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有些不肖业者在遇到外国客人时会借机涨价图利,最近有四名日本留学生就向媒体投诉,他们在威尼斯一间餐厅点了三份牛排和一份炸鱼,结果竟要价超过4万元新台币,威尼斯市长指导后也表示要详查。 综合报道指出,四位日本籍留学生最近向威尼斯媒体投诉,他们上周五在一家靠近圣马可广场ST Mark's Square的餐厅用餐,总共点了三份牛排和一份炸鱼,还有四杯水,结果却被店家收了1145欧元,约41076元新台币的餐费。 威尼斯市长布鲁纳洛,Lewa G.Brucknero,得知后表示要详查,假如真的有如此可耻的事,会尽一切力量来处罚店家。 许多外国网友看到日本留学生的投诉后都大批餐厅有人直言,这样的行为根本是犯罪,应该直接报警。 店家总是喜欢敲诈观光客,也有网友对此提出建议,不管去哪家餐厅都一定要先看到菜单再点餐。